好,歡迎收看廟航教育 今天會跟大家說一說關於中化科的內容 之前Ben在Facebook、Youtube也有說過 會在3月有中化科的筆記和影片推出 很抱歉,執教的位置就是小弟 我叫做吳慧珊 想說一說為什麼會響應他這個活動 第一是想幫助朋友學點程 第二是想覺得這個活動有些意思 因為可以令到A級考生受惠 事不宜遲,想跟大家說一說 我們這個課程其實是在做什麼 有些人說想學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那我就問一下有什麼辦法 其實我有一個更加好的推介 就是這位先生 他就是台灣的一個智學系教授 叫做林寶瑞的中國智學教室 裡面會有很多大家想學到的知識 不過我想強調一下 我今天教的就不是中國語文及文化 而是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考試 兩樣東西是非常不同的 如果要我去教中國語文及文化 相信小弟就沒有這個才學去跟大家講解 大家可以參考剛才的智學教室 我今天就教大家一些考試技巧 首先想跟大家講一講 我們五課 總共有五課 第一課我會講一講 傳統中國的文化概念 就是人而來 第二課我會講一講 關於人論和中國的道德觀 第三課我會講一講 雙人倫理和法律精神 第四課我會講科學觀 第五課我會講一些政治觀 至於藝術去哪裏 很抱歉 因為小弟對於藝術的認識 接近零 所以還未能夠獻醜 不要見蓋了 不過在中法科考試裡面 也有三條選兩條 我相信如果大家真的 根本就能夠獻醜 只能夠獻醜 藝術的藝術 我相信也有機會獻醜 事不宜遲 我們先講一講 金堂的內容 金堂的內容 剛才講到 人而禮 究竟人而禮 究竟人而禮 是什麼 這三個 就是中法科考試的核心範疇 基本上每一題都要涉及 如果不涉及 如果不涉及 你中法科考試 就會變成像通識科考試 你的分數也會非常不可觀 所以我覺得 有需要跟大家講一個詳細解釋 首先 人而禮 很多人都會用 孟子 倫四端 的解釋 去作答 人 問他是什麼 他就說七眼之心 義是什麼 是非之心 禮是什麼 慈陽之心 然而這樣講完 沒有講過 因為 你這樣回答 這個回答 根本上很多人都不明白 背後的意思 那麼他背後的意思 究竟是什麼 我就想嘗試做一個解答 在禮 開始講一講 大家如果有筆記的話 就揭去後面 大約是五至六頁 這裡 是第三部分 禮的意義 其實禮是做什麼呢 禮就是表達情感和行為規範 根據錢穆先生在中國思想史所說 禮是一道界線 什麼界線 是一道人與人之間 比我相交接 又比我所不得愈愈的一道界線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我想表達一些情感 而現在表達情感是有些方法的 如果我們用錯了方式 其實就等於過街 但是我們是刻如其分 就是我們站在街線上面 就能夠表達到我們的情感 其實不需要講到這麼複雜的 因為在我們社會上 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禮節 在發生著 它不單止是指一些疑問 不要想著是一些儀式 而是很普通人與人之間 去交接的一些關係 例如有些什麼例子 例如我們去麥當勞買一杯雪糕 人家提了給你 那你說一聲 麻煩 這個是你的例子 你在街邊撞到一個人 然後跟他說一聲 不好意思 這個是一個禮 其實還有很多我們日常生活的禮 例如 婚禮 喪禮 都是一些例子 所以很簡單 禮記住 是一些表達情感的方式 它是有一個規範 欺負到好處 而是欺負如其分 如果沒有禮的話 很簡單 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位男孩子 想表達一位 對女孩子的外務 如果沒有禮的話 會怎樣 大家很容易上去 所以禮也會維持到 什麼呢 是社會秩序 在部分的情況之下 禮其實是可以包括法律 不過我建議大家 不要這樣寫 因為在考試上面 可能會有些不清晰 但是 我想說一說 社會秩序 如何透過禮而確立呢 其實如果我們 人人都守禮的話 每個人都有一道界線 不會過界 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些亂局發生 所以論語裡面 也有這句 禮之用王為貴 先王之道 思為美小大猶之 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而不以禮 折之 亦不可行也 個人覺得你們 沒可能背得到 所以你只背頭一句 禮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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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為貴 可能是可以隨著時間 改變 或是隨著時代 改變 究竟 什麼叫隨著 時代 改變 大家 記不記得 我曾經做過一題PASS PAPER是講網際的 網際的PASS PAPER在講到 如果我上網拜祭先人,這樣是可行還是不可行呢? 那這裡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因為一般人支持這個立場 就會覺得,其實禮最重要是表達情感 搞那麼多事情做什麼,我們最重要是背後有感情 那就OK了 那我其實想向這些見解的人做一個疑問 如果你是表達一些情感,而不需要理會他的表達方式 例如我們去到祖師的墳頭,我們很誠心誠意 很持著懷念先人的一些感覺 然後在他墳頭上,這樣是可行還是不可行呢? 我相信你們現在就說,這樣又不是那麼好的 那我再問你為什麼呢? 那如果有些人說,不行,我反對 我反對用這個網際的 那我覺得是不對的,因為這樣 有一個改變,我們不是這樣的 好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問問你 你以前要走路去的 那假設你的祖師的墳頭呢? 在北京,那你是不是要走路上去呢? 以前可能要吧,但是你現在是 坐車的,我估計你們會 那是不是坐車去就不孝順,走路去就孝順呢? 這樣的說法聽起來也很愚蠢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呢? 究竟是什麼去判斷禮 是OK還是不OK呢? 那這裡呢,大家可以揭去後面的解答 不好意思,在這裡先說一下 孟子又曾經說過 蘇匿不緩是豺狼也 男女不親麗也 蘇匿受之以手,拳也 那在古代呢,男女受受不親 相信大家就很清楚了 那但是,有些情況呢 你連阿蘇那隻手呢 你都要去碰的 什麼情況之下呢? 就是,如果那個蘇掉了去河裡面 浸了,你如果這樣也不伸的手去救她呢? 你是豺狼來的 我們明明說到 蘇匿是不可以 男女受受不親的 不能夠接觸的 但是,為什麼他掉了去河裡面呢? 其實呢,很明顯 這裡有一個情況的不同 兩個不同的情況之下 根本就不能夠相提評論 如果平時沒有事發生 我們可能去互相觸碰 或者可能有侵犯男女之嫌 然而,他掉了去河 很明顯是為了救他之故 所以,萬一講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必須要受之二手 去破壞這個既有的禮 然而,我們呢 究竟是用什麼去考究 應不應該去破壞呢? 其實呢 就不單單只是禮 這件事了 好,那我們就揭去下一頁 這裡講到 禮的依據 不是天道 不是傳統 而是智覺的意識 是人和義 如果我們跟傳統就是禮 這個說法很有問題的 因為呢 我們古代呢 要守喪三年 那我們是不是現在 全部都是壞人 全部都是不孝順呢? 我又不會這麼說的 為什麼呢? 因為根本就不是說傳統的問題 如果那個傳統是有需要作出改變的 我們就要去改變的了 我們改變背後的精神 其實是說的是人意 最重要是保持背後的那種人心 和那種正義和合理性 孔子曾經說過 人而不仁如禮紅 如果沒有背後的人心 有禮 又如何呢? 那很明顯 這句是說 有些人 可能是完全沒有一些情感 只有外在表達方式 這些人呢 是孔子很不欣賞的 所以其實我們說禮 是一定要內情外禮 內外兼備 如果不是 就是一個相當之虛偽的人 那好啦 也都說到 禮一定要有背後的情感 但我表達方式應該是怎樣呢? 我們其實說應該還是不應該的問題 其實已經牽涉到另一個字 就是義這個字 君子義以為則 禮以恆之 義以為則 不好意思 這裡寫錯字 是則字 禮以恆之 禮以恆之 即是說什麼? 君子呢 就是用一個 去義 作為他背後的中心價值 但用禮呢 他實行出來 他呢 去評論一個行為 對還是不對的時候 要看他合不合 這件事 叫你 合不合理 你呢 其實就是在義的一個 具體的範疇裡面 叫你 那大家呢 這裡還沒那麼熟悉的時候 姑且當作是一樣 那究竟是怎樣呢? 即是說 你覺得這樣合不合理呢? 你是覺得在祖先墳頭 或讀鳥合不合理呢? 我相信你說不合理 不合理 不合理就不應該這樣做 不應該這樣做 這個禮也是沒有他的正當性 大家可以想到 其實我們會討論的 不是他合不合傳統 而是他合不合理 知道嗎? 在孔子的時候 他曾經做過這些事情 他不是去祖先墳頭 而是他 那時候呢 有一些官禮的 官禮就是這個字 官禮就是這個字 官禮就是說 他在 實男子 有一個年數的時候 要成人 那麼他就會 有一些理政 就會去幫他做一個儀式 那麼他呢 他呢 就會放一些 一些 布 在他的頭上 那麼以前呢 就放一種 麻面 麻面 也是一種 麻面 現在呢 就是孔子的時間 就放一種布料 那麼他呢 就覺得孔子覺得 哇 這裡有一種轉變 但是這種轉變 是一種折劫的表現 所以他認為OK 所以看見他 從什麼角度來說 他的轉變 是否OK 他就提到一些理據 如果他覺得這些理據 是acceptible的 那麼他覺得這個轉變 也是應該去接受的 對不對 那 其實 內情外禮 說到 禮 和 人 和義的關係 那麼究竟 禮和人 有義 有什麼關係呢 剛才說到 人呢 其實就是背後那種情感 是 這裡 人呢 就是背後那種情感 然而他表達出來 就要靠不同的禮 是可以不同的 但是呢 就是based on situation 的不同 就是說 A這個 situation 我們就有A的禮 B這個 situation 有B的禮 那麼呢 但是 不是說 所有 situation 一定要用不同 我們就是要說 究竟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這件事就是要用個2 去justify 好 因為我們還沒有說到人和義 所以大家應該對這個概念 還沒有很清楚 那麼我們呢 接下來的一段 就會說一說 何為人 何為義 的啦